大家好,大家看一下,这是北京的连世路啊 现在的这个方向是,照的是门头公方向,返城的一个方向啊 今天是清明节假期,最后一天,大家看这个返城的车流还挺多的 北京这边,还是车水满龙的啊,晚上的连世路上车还挺多 出去玩的都回来了,但是这个假期肯定出京的特别的少 因为非必要不出京吧,全国各地好多地方还都有疫情 大家看,这个都在北京的近郊玩,这车呀都回来了 前两天这路上车堵的特别严重,昨天和前天 北京这边,那个目前它也有疫情啊 有的区也有疫情,但是它不严重 嗯,不像上海似的,突然爆发性的疫情啊 上海不是,疫情又爆发了吗,挺严重的 这个北京是依旧车水满龙,这个上海呀 现在是离一个禁止状态,因为疫情造成了 我们一个朋友,我听说,他在那边也是被 也是在隔离状态,买了颗白菜,一百多块钱买了一颗白菜 啊,也是无奈呀,真的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啊 大家看这边啊,这边是古城南路 这边也是新修的一条路,从古城南,从古城修过来的一条路 然后高架直接上连石,车就不是很多了这边 让这个疫情闹的,人们也没有心情去玩了,也不敢出去玩了呀 不能随便乱跑了,只能在北京郊区玩一玩,近郊 那车,晚上啊,中国车真的不是很多,进城的车真的不多 真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,让咱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赶紧恢复正常 也希望上海的疫情早点结束,希望全国的疫情早点结束啊 好! 嗯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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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